大家好,又是我奇科浪人,第十七次每周和我們聊 先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因為我最近家裡有點事,上星期就無法出片 然後,盡量以Telegram的頻道,廣播台都沒有出聲 開始會陸續回復正常 我們開始重入題目 上星期其實我自己很少看,不過我也有留意 其實我先看看 7月戰火區,之前應該說過,7月戰火區的波幅比較小,六八點左右 其實這次上星期就上升到最高,26791 其實已經到了第三個兩度升幅的位置 其實星期五他一下下跌 其實我也有留意,他一直延續 都會由7號開始,都會守到在26000樓上收視 直至到星期五那天就一下下跌了 其實你說後市會不會馬上轉向淡呢 其實就 我看看有沒有我們在影片中分析一下 暫時我們先看看 大家應該都記得這張圖了 大概之前我就會說過 MMA收窄了,應該有機會爆到哪 我向上向下都會有機會向上爆 結果大使 選擇了向上爆 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市場出了一個很漂亮的AB,等於CDPattern A 然後上去 到了已經1比1了 亮度來的計算也到了 和戰火區的亮度也一樣到了 你說後市職業的接下來這個星期會不會再夾上去呢 其實我自己會看的就是 雖然雖然在星期五下跌下來,還可以守到250千線 其實我本身也覺得他有機會再上,但之前跌下來的時候 我反而就反過來,我覺得這個星期 有機會會走一個Wing 比較多,做一做調整 因為其實現在不經不覺 我們看4小時圖 4小時圖其實你已經看到開始形成一個下降軌 但你說這個下降軌是不是很厲害呢 其實又未必的 除非一樣東西,我們先看向下面 除非一樣東西 如果他可以跌穿這裏的 大概25500水平 剛剛是25500水平 他跌穿這25500水平 我們向下看,其實很簡單 只是看我們本身的高位 2525500水平 就算是25200水平 補回這個列口的位置 這裡 補回這個列口位置 其實 但是你說會不會再下到24000水平 其實 其中這個月大家看到,其實這個月是 很有做主導的 除非一樣東西很有已經吃光了 否則其實都沒有什麼難的機會 你可能會說有什麼政策上 因為最近都會有一些 不同的消息做出來 例如說國安法 之前都擔心國安法會不會 會搞塌市 但其實看回一件事就是 你最近推出任何關於國安法的東西 或者一些 類似貿易戰的東西 市都好像不太跌 所以我們暫時就 看到有機會是大戶 還是不讓它跌 而且我們可以留意這條上升的通道 以及這一個位置 其實如果這兩條線 這些位置如果還沒穿的話 我們不要 那麼快 因為如果這裡穿了的話 大概都是25500水平 對 那就是變相我們如果 如果後市 如果來近這個星期 而沒有跌穿25500水平 其實我們也不要 看得那麼淡 因為其實25500去到下面 前頂位置 其實這些很近 25500 熱得300點 因為補局裂口位 其實就不算太多 但是 就已經去到月中 開始來月中 還值不值得去搏 去搏玩過夜呢 其實我很有保留 因為 其實最主要今個月 其實這個 月波幅 跟我預計 其實已經是夠了 到了 其實有沒有需要 再去搏一下 去做過夜 這些 大家見仁見子 我們向下 其實 向下就比較簡單 我們看回25500 五手五手 還有 下回下面 一級252000 好了 回轉 其實我們可以再看 一件事 如果以近期的倉去看 如果我自己會放回這一個禮拜的好淡分水 就介乎於2600至26001水平 這些位置 就是2600和26001 現在雖然是 現在雖然是收在下面 但是我們下個禮拜不知道有什麼事 我們可以 想一下 下個禮拜 如果他上不回26000至26000日 大概是這些位置 其實都要小心一點 有機會最後會向下走一走 然後再上回去 也不奇怪 但你說會不會 跌到下去 再去回24000多 這些位置 這些就容後才再看 但是初步看 有機會 下個禮拜 我不排除 我不排除 可能會走一個 Range 2400至2600 另外 去到下面 25000 25200 可能在這些Range 再走走走走走走走 始終那個MA真的爆了 其實 之前一直都說了 給大家知道 小心點 上個月 上個月 直播 我常常說 MA在爆 MA遲早會爆 因為收窄得太誇張了 結果就熱流24000 就上到26700 所以 我覺得 就需要做一個調整一下 我們先看看 再看看 我們的期權 我們看一看期權 其實期權 我們月初的時候都說 26000 已經佈置了倉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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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我們之前 月初的時候做Logic 博士都說 應該 奇怪 那個期權倉 跟之前5月6月一樣 淡倉一做都 一直都放了倉 而唯獨是好倉 上面很薄弱 市 究竟會不會有事第3次 淡倉會抽上去再加倉 結果大家可以看到 他又是做多一次抽上去再加倉 26000之前是大倉位 現在就變成了 26600 去到這些位置 26600就橫紅 上個星期的高位 其實26700 埃震26800 其實都算多 如果以期權倉去看的話 其實我不太覺得 今個月還可以有機會再爆上去27000 即不是說沒有機會 其實他都可以不斷加倉 不過暫時 可能這一個禮拜 即這個禮拜來講 可能機會 我自己覺得暫時 機會小一點 我覺得他有機會 磨一兩天 可能 你磨一兩天先 星期三 星期四打後 這些時候 再做都不出奇 那整體上 暫時就很簡單 今個禮拜 今個禮拜我們就要看一件事 先看著 26000 讓我開圖 好了 我們今個禮拜 很簡單 我們先看著26000 26000 26000 作為一個 好彈分水 好彈分水 OK 向下就不用看著 就先看255 255 完之後 252 OK 向上看的 我們先看 266 268 OK 很簡單 看著這些位置 如果真是幸運 如果他真是 連頂都破了 的時候 如果 戰火區 亮度升幅 其實是有權 去到 27200 可以大家小心一點 27200 都是類似 這些位置 27000 記得大家這個紅色框框的亮度 亮度 亮度 Boss 計算 其實我放上去 上面是27000 我們可以留意著 向上 因為 因為都說過之前 跌下來的時候 流上蟹火 所以 很難去判斷一個 很長遠的 阻力位 其實我們逐級逐級去看的時候 可以到時會看27000 至27200 先看 說今個禮拜 不是說很長遠 可能月尾的事 我們要用後會再慢慢 可能下節的影片會再看 OK 好了 另外再看一個 看長一點的東西 由3月的時候 其實一直都 我都說過 市況是有一條大型下降軌 但是開始由3月慢慢形成一個 上升通道 我現在都是保持著上升通道去走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我們之前有一個說話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做這個 Feed Drive Pattern 但是其實每一次Pattern的反彈 最基本一定會有去到0.6100 但其實之前一直都不到 直到上個星期九斤已經是到了 還有 也一樣東西就是 看看 現在我用回100年的高位 和今年的低位 拉了個黃金比率 其實現在反彈只不過是說0.382 你說會不會再上升呢 其實也還有機會 即是以長線來看 但如果在 現在 現在現階段 很多人都說牛市松林 又或者現在 紅二反彈 其實我自己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我以這個Pattern 因為我用一個Warrant Profile去看 Warrant Profile 基本上 起碼 POC 26700 樓上 剛剛 上個星期 到過一下 至少 我們都會看 26700 6800 這些位置 站得穩 站得穩 站得穩的時候 會有機會 重臨 即是升幅開始會重臨 是的 但是 暫時我還是會看著這個Pattern 因為我都說過 這個是Widley圖 變了其實是一個很長線的東西 不是說一時三刻 不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甚至可能是去到第四季 因為其實 6月的Live 我曾經說過 如果6月的市場不下跌 我也是有擔心過市場 有機會 會是慢慢向上夾 夾到大概9月 即是 大概9月附近 9月後或9月前 因為 到9月的時候開始就會有一些 業績報告 Keyquad 出來 因為這次我經常都覺得 解釋過很多次 因為很多 疫情問題 其實很多 各國都不斷去 舊市 但那些錢 真的只是落了在金融界的公司 買回自己的股票 變成其實實質的反應 好像還沒有浮臉 所以大家 不排除 未來 我還是覺得 這件事 但你說我會立即去做膽瘡 我是不會 我都可能 例如 NPF NPF 可能我會 大部分都轉回 保守 留一點 美國的 NPF 股票 可能我已經沒有股票了 如果 DayTrade 炒指數 我其實 每個 認識我內人都會知道 每個月 我都可能只會炒一兩次過夜 平時 我都是主要來做DayTrade 但大方向 你說現在我會不會全力做淡 我不會 但 DayTrade 玩一下 OK 沒所謂的 Corp都可以做 小心點 接下來這個禮拜 我會覺得自己的股票是 職業的波幅是足夠的 市有機會 可能要先做調整 反而我自己會集中 如果我真的會炒的話 我自己會集中 接下來這個禮拜 都是以 做DayTrade為主 那就未必會 未必會 做太多個 DayTrade我就很簡單 如果真的 小波幅的DayTrade就不要說了 如果看著上面的 如果有機會看到 266268 就試試做反手 下面反過來 可能255 就試試 其實 有時候都可以這樣 考慮這樣做 因為我明白 有些人不是 每天都那麼貼市 可能 如果你真的想入市 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東西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記得 CLS三部曲 記得 like share comment 另外 Facebook 記得我們 讚好我們 還有留言 以及Youtube 記得訂閱 記得按下旁邊的小鈴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